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大人不在京城 娘娘 现在该怎么办呀 正目已成仇 能怎么办 娘娘 你没事吧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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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吐血了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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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叫叫 叫什么叫 娘娘 五妹娘有血了 什么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五妹娘有血了 消息可靠 奴妃是从魏姑姑身边的小远子那儿打听到的 皇上口谕 崔薇苑 家派宫女轮流伺候 绝对错不了 而且还听说 还听说什么 好像皇上答应我妹娘要策封她为贵妃呢 贵妃 是啊 娘娘 那位置可是在您之上啊 在我之上 不愿意 还得大力行跪呀 娘娘 这绝对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 这绝不可能 可是 如果 真的冲锋了的话 娘娘以后见到她 要是不参拜 那 就是尊卑不分哪 要我参拜的 行 那我就得看看 她能不能 把这个儿子给生下来 陈远 喂 她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可是看得出来 肯定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些事 阿邦怎么回来了 还有 那个陈远姑娘她 一言难尽 现在不便洗手 怎么了 做了这么久 想事情 想什么 有点后悔 如果当时我不是那么冲动的话 发现的东西就会多一点 对不起 都是我连累你了 你别这么说 我就喜欢被你连累 不管怎么样 出口快挖出来了 也许我们离开 是一个好选择 我不会离开 为什么 你曾经跟我说过 只要选择了 就要硬着头皮走下去 可是这太危险了 不行 你别危险了 在我心里从来就不是怕危险的人 而且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跟着你 你真好吗 喂 真不太难 你真不太难 你真不太难 我真不太难 你真不太难 你真不太难 我真不太难 你真不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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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二宝 要下雨了 找个地方躲一躲 我们可以住在之前那个山洞 哪里是最安全的 对呀 少爷 好 走吧 别怕 别怕 师父 来来来 跟我走 来 慢点啊 这里真是舒服啊 是啊 娘娘 这里空气清新 所以皇上嘱咐奴婢 让奴婢每天都带您来这儿坐坐呢 皇上对娘娘真是万般宠爱啊 等您诞下小皇子 您就是贵妃娘娘了 只要有皇上的心 其他的一切我都不在乎 娘娘 您拿的就是皇上的心啊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一切都是按照娘娘的吩咐办的 好 等着瞧我 妩媚娘啊 妩媚娘 我看你还能得意到什么时候 娘娘 你没事吧 啊 啊 别 别动 娘娘 还是让他们给奴婢图吧 您给奴婢图 奴婢承受不起 说的什么话 今天要不是有你 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都要遭殃了 娘娘 您真的没事儿吗 一会儿让他们去传太医 来给您看看吧 别说话 好好猜药 不过娘娘 今天的事情 感觉很蹊跷啊 后花园的凉亭 哪儿来的蛇呀 之前去怎么都没有呢 其实我早就想到了 想到什么 难道是有人想害娘娘吗 不对 是想 要马上告诉皇上啊 千万不可以 这件事不要让皇上知道 为什么呀 有人想害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大概知道是谁 但是也没有证据 同样身为女人 我可以理解她的感受 无非是看皇上对我恩宠 她心里难过 使些小伎俩 现如今 我只想平安地把孩子生下来 不想节外生枝树敌太多 听到吗 诺 这儿啊 娘为你祈福 不会与任何人为敌 只要你能平安出生 娘此生 别无他求 来 袁芳 就这样吧 今晚我跟袁芳 孟瑶 婉清 住在这个山洞里 安邦大哥 你和吴姑娘还有其他兄弟 就住那边山洞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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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那我呢 哦 你呢 在上面搭个凉棚 守夜 那不行 少爷 我自己 我害怕 那那也行 那我们全部都出来 你在山洞里面一个人守夜 狄公子 我看这样吧 大家轮流守夜如何 也别太委屈二王兄弟 郭大哥 没白费你 狄公子 我想找个人来陪我 我一个人好怕 那我 夹 二宝陪你吧 您进去吧 走 来 气死我了 娘娘 您别再生气了 今晚身子可怎么好啊 我就不信了 你五妹娘能逃得过这次 还能逃得过下一次 娘娘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五妹娘在后花园两天里成凉 突然有蛇闯出来 蛇 那五妹娘怎么样了 有惊无险 宫女明月舍身护住 被蛇咬了 五妹娘安然无恙 她终于下手了 您是说 徐昭元 这后宫里除了她 谁还有这个胆子 是啊 这么胆大妄为 除了徐昭元 还真找不出其他的人来 不过这五妹娘也奇怪 她明明可以来找您呢 或者皇上替她做主 而是她却悄然无声地咽下了 这是为什么 奴婢真是想不明白 这就是五妹娘 也是皇上喜欢她的地方 也只能找谁 不愿意 也是皇上 古大侠和安邦他们 并不舒适 他是这儿本人 就找得到王公子 想必他肯定告诉你 没错 我都知道 你信谁 怎么这样问 那个老狐狸诡计多端 我担心这又是他的阴谋 反正明天我们就要离开了 就算是计谋又怎么样呢 你就这么甘心 离开 活着是最好的 不是吗 说的也是 郭大哥 之后有什么打算 刚回老本寒算了 我是再也不想见钱眼开了 真怕死了 人生在世 有谁不怕死了 对了 你和那个婉亲姑娘是不是 别怪大哥我多事啊 我看那个吴小姐对你也有点意思 吴仙谦 其实谁都看得出来 只是都不好说罢了 我看的姑娘不错 长得好看又善良又孝顺 不逼你的婉亲姑娘吵 其实我也就这么一说 你别往心里学 陈元是个可怜的姑娘 是啊 这么年轻就被吓成这样 一定经历过特别恐怖的事 的确 连我看到 也觉得胆战心惊啊 可否告诉我 陈奇是怎么死的 全身白骨 只剩下头颅 掉在山洞之内 什么 白骨 什么样的力量 才能做成这些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来这边 我回来拿行李 结果一回来就看见他这样了 我明明守在洞口 怎么会没有发现 安邦呢 二宝 我 我不小心睡着了 我没看见 我不是 他会不会再出口 去看看 这些人 你为什么来这边 我 围山洞 快 走 不好了 我们的干粮还有水 怎么全都不见了 不 医生 是 明芳 郭大哥 跟我去追安邦 我也去吧 不用 连下来保护他们 走 你们小心啊 你小心啊 你小心啊少爷 谁 出来 装神弄鬼算什么本事 出来 出来跟老子打一架 出来 出来 不要装神弄鬼 老子杀了那么多人 早已冤魂残陷 我不怕你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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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滚 你先帮我拿着跑 滚 把他拉回去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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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粮和水都没有了 就剩下这几件破衣服 各位 我没骗你们吧 这个果然是差异的 这个 这个 怎么了 这个跟我的一模一样 你看 是啊 这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 有一对 我爹给了我一个 没有想到 还有一个竟然在这里 王公子 这回你信我了吗 看来 他真的有所隐瞒 你为什么要杀死陈元啊 有鬼 有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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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 会有我们家的镯子 真的有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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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他真的被吓死了 不可能 有鬼啊 我看 他是在装上 有鬼啊 有鬼 喂 莫瑶 有鬼 七位 现在时候不早了 我们快点休息 争取明天早点离开这里 可是 现在出口都被堵了 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既然有人不想我们离开 恐怕就没那么容易走了 嗯 嗯 二宝 别那么卖力 说不准等一下又被堵了 那 那 那还搬吗 你随意 我都行 那 搬呗 过来一下 你怎么回事 学会说风凉话了 没有啊 没有吗 没有啊 那你说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本来 我还有一点把握 但是昨晚的事情 把我搞得有点迷糊 怎么说 按照安邦跟郭金海的说法 我判定肯定有个人在说谎 看起来是安邦 但是我觉得他没必要 在骗我们 可是他逃跑了 而且还 杀陈渊的凶手 也不能确定就是他 我感觉 有点蹊跷 他也不得了 二宝 快搬 别偷懒 别放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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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能不能把他掌握 这种植物 对 和地上的一样 至少已经死了几十年了 只是被重新打磨 在淋上鲜血而已 现在我们要尽快找到他的尸体 因为尸体往往能告诉我们很多信息 你们看 墙上有字 这些字看起来已经有些年份了 可是 可是为什么 都是倒着的呢 真不难解释 但有件事 反而让我觉得奇怪 就是这里没有摆放箱子的痕迹 对 婉晴 你被抓进去的那个山洞里 也有很多箱子和棺材 没错 我大概 看到有六七口棺材 还有一堆箱子 而且 箱子上面还有 还有什么 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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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定是封条 有封条的箱子 难道是 关银 也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一些标局压彻的箱子 反正这两个可能对安邦来说 都属于一大名巨款 不错 可 是 是 如果他一个人 也拿不走这么多呀 那 莫非他带走了一部分 然后逃跑 他为了财宝 才来到这山谷的 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如果在自己的命 和财宝之间 他肯定选择 财宝 先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先去找趁奇的尸体吧 走 你们确定尸体就在这周围吗 他的目的是宝藏 对尸体不会在意 如果尸体处理不好的话 很容易就被我们发现了 尸体最多的地方 就是处理尸体最好的地方 主上 我当听好吩咐 事情是不是有些难以控制啊 这 嗯 看来真相 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 主上 这个时候下手还来得及 毕竟 他们还不知道 我们死士的存在 不 我现在也越来越好奇 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了 主上 您的意思是 让他们继续打探 需要的时候出手相助 出手相助 不错 我想看看水落石出之后 到底是什么样子 可是主上 万一 没有万一 主上明白了 去吧 走 不错 不错 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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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大哥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这山谷太大了 那么多山都 要是挨个找的话 恐怕得三四天 那 那我们怎么办呀 对山谷最了解的 就是他了 可是 可是他都已经傻了呀 放心吧 他们肯定会没事的 我们可以带着他去找 不管他是真傻还是装傻 但是路不会不记得的 我可还是不要了吧 已经出了这么多乱子 还是老实待着 要不然狄大哥回来 看不到我们 还得再找 也是 走散了最容易出事 咱们就在这里等着吧 这里真是人间地狱 对 如果要处理尸体的话 这里最方便 所以这里才阴森森呢 这里就应该是安邦所说的 山谷中有私行的地方 喂 我找到了 你们看 原来真的在这里 原来真的在这里 等等 假设 如果安邦和郭金海是一伙 他们把戴云和陈其兄妹杀了 就可以将宝藏独吞 那孟瑶 二宝现在跟他们在一起 岂不是很危险 我们赶快回去啊 快 少爷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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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那个 那个傻子 他眼神有问题 他肯定有问题 而且是跟案情有关 是吗 原来真的是 原来真的什么呀 原来真的是你最后一个发现的 我 我 刚才我们在商量 要不要去找你们呢 是啊 还好没去 不然走差了 就不好了 没什么 找到一些线索 什么线索啊 那就要跟安邦大哥谈一谈呢 去 他可是杀人凶手啊 有什么可谈的 没有证据说明他是凶手啊 证据 不是 畏罪潜逃 还不是证据吗 这也不是直接证据 还要直接证据 陈渊都被他活活的捅死了 你真是太可笑了 对 郭大哥 你们还是少说两句吧 狄大哥也是为了把事情弄清楚 我明白了 你们到现在还在怀疑我吧 我没这么说 你放心 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狄大哥 你别在意啊 这几天发生那么多事情 大家心情有些不好 难免情绪不好 放心 没事 天快黑了 我们先进山洞再说吧 二宝 都走了 别装了 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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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鬼啊 真是有鬼啊 杀人的鬼 杀人的鬼 杀人的是人 不 杀人的是鬼 好可怕的鬼 如果鬼要杀的话 只有杀杀人的人 对吗 安本官 不了 是 我们就 qualquer Львин 再尽管 Nichts 等下 伤害 可疑 谢谢 上 大哥 准备 上 别追了 走 快 老大 咱们去哪儿啊 这边 快走 走 当时就是这样 之后我和陈琪和戴云 就逃了出来 那些官军呢 他们双方厮杀 厮杀得很严重 我们三个人只能躲了起来 那官府没来管吗 那天夜里就起了大火 我们趁着夜色潜入营帐 然后 把他们全杀了 那为什么不把银子带走 县衙的人很快就到了 而且 古里的村民 漫山遍野地找山洞住 一时也没有机会 所以 我们只能把财宝藏起来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你以为我们是为了宝藏而来 嗯 不错 尤其是当我说明来意 你并不惊讶 是 你并不惊讶 是 你并不惊讶 那陈其和带云 是你杀的吗 是你杀的吗 我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这么大一笔宝藏 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搬不走的 那郭金海呢 我只是想利用他一下 事成之后 给他一笔银子 让他走得越远越好 没想到他竟然怀疑我杀人 是吗 我还以为 事成之后 你会把他捏口呢 汪公子 借也不说话 怎么了 你们就这么 放过那个杀人魔头 没说放过他 但是现在没有证据 可以证明他是杀人凶手 还用什么证据 杀死陈元 畏罪潜逃 还带走我们所有的干粮和水 这不就是想置我们于死地吗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现在真的有太多疑点 不能轻下几轮 王公子 我们的粮食快没有了 这样 那我来想想办法 二宝 现在该释出你的看家本领了 我有什么本领啊 我记得了 万金姐姐 小心 对了 希望郭大哥能够保持冷静 我们一定会把案子查清楚的 但是为今至今 就是让我们能够活着离开这个山谷 好吧 暂时就听你的 我听见了 我觉得他们可以换 你去拿个字 谢谢 你听得了 你带来 你去拿六论 给我拿三个臉 这他的东西 所以你去拿三个孔 是要拿三个小的 你可以换三个大 但你就要拿三个小的 我把这他要拿三个小的 水也没了 我知道有一处深井 可以打水 我就说吧 你就是在庄 好了好了 安邦大哥 深井在哪里 在村子里 我之前都是在那儿打的水 很安全 那好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吧 不用了 你留下来 苦力交给我 爹大哥 要不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想顺便打探老宅 好吧 小心点 再这么下去 大家早晚都得死啊 我不认真 不认真 你确定你能行吗 你确定你能行吗 这林子里边 野兔子野猪什么的 他多的是 不过你看看 就咱们这家伙事 只能打到兔子 听你这么一说 你还挺在行的 咱们位置不对 为什么呀 你看 这是上风口 咱们的味道随风飘过去 兔子闻见了就跑了 还有这么一说呢 所以咱们得换地儿 这里边门道还挺深呢 没办法 走 安邦大哥 这里原来是什么地方 这里就是吴老爷家 吴小姐 你在我包里发现的手镯 就是前几天 我来这里打水的时候见到的 吴小姐 别难过 没事 我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我的父亲母亲 是在这里去世的 那安邦大哥 其他大户呢 住在哪里 左边是朱家 右边是张家 另外一边 另外似乎住得比较远 这里不宜久留啊 打完水 我们赶紧回去吧 好 陈王用人 参见丽妃娘娘 父亲 父亲快快请起 谢娘娘 父亲坐下说吧 谢丽妃娘娘 下去吧 诺 父亲刚刚回到长安 安马劳顿 又忙着上朝复命 还过来看望女儿 本宫心里感激 不知父亲将难此行 还顺利吗 朝堂上的公务 为父已经处理妥当 娘娘就请宽心吧 听闻 五妹娘怀孕了 对 已经有两个月了 看来这五妹娘 真的是想登堂入室啊 皇上已经答应了她 等她生下皇儿 就册封她为贵妃 竟然册封为贵妃 对 这些本宫不担心 本宫担心的是 如果她担下小皇子 那皇上势必更加宠爱她 到时候 这后宫便是他们的天下了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娘娘大可放心 父亲的意思是 我想 这皇宫里面 不想让她生下这孩子的人 绝不止你一够 徐昭元暗中下过毒手 只是没有得逞 这次不成 肯定还会有下次 娘娘安心就是了 虽然五妹娘怀孕 会危及到本宫 可真要对她肚子里的孩子下手 本宫觉得于心不忍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而且那也是皇上的孩子呀 娘娘 切不可妇人之人哪 这个孩子的确是无辜的 叶兄 将来阻止你登上皇后宝座的人 正是这个开始无辜却致命的孩童啊 可我不想伤害皇上 也不想伤害她的孩子 父亲 我有时候觉得 活得好累 如果不是心里还记挂皇上 希望能在皇上左右行走 可以远观或近阵 否则 这贵妃之位 女儿早已不再留恋了 娘娘的身体一直不佳 侯勤一直未育 还是好好调养身体 做好你的贵妃吧 其他的事情 你不要多想 为父 一定会替你处理妥大 好 为父 告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